精良小子五效成分顾精良 勇德生技虾红素叶黄素 邀您贡赏医师好辣 欢迎收看医师好辣 介绍我帅哥美女好辣医师团 疫情爆发后 医护人员身心俱疲 如果又碰上医疗奥客 正会让人更崩溃 今天就让好辣医师团来分享 遇到的状况 而好辣军团 今天又要为大家分享什么状况呢 值班小护理师李姨姨 哈啰 大家好 那疫情爆发之后 就有人喊出恐号 同岛一命 那这时候就有很多医院 因为疫情的关系 就有很多暴力事件传出 所以就有医生就喊出 同岛一命 同病房也是一命 对不对 因为我们都是一起一体的 对 医疗医院最辛苦 因为他一直在那些 很多单位也都是 不是唱歌也不是讲话 对 也都在祝福他们 也关心他们 是 那大家都知道 医护人的身心承受压力 又碰上医疗的奥客 只会让医疗能量更加崩溃 在家保护好自己 不要增加他们的苦难 是 真的 来 医院好恐怖 病患全部武装超害怕 疫情刚爆发的时候 那时候其实相当混乱 但是有时候身体不舒服 你还是得来医院 那有一天下午呢 38号某某某小姐 38号某某某小姐 等个老半天都没人进来 到底怎么回事 我就叫护理师说 那麻烦你去看一下 结果他开门一看 有一个阿桑就站在门口 他就不肯进来 然后说 为什么你不进来 已经叫到你的号了 他说 因为门把上有病毒 所以他不摸 所以我们要去替他开了门以后 他才走进来 OK 好 好 服务他 请 请进 然后说请坐 不坐 为什么不坐 椅子上有病毒 所以我不坐 这位大妈呢 全罩式安全帽 然后外面用雨衣束着 双手戴洗厕所的那个 橡胶索套洗碗那个 再用橡皮筋束起来 脚上穿雨鞋 再用那个尼龙绳给它绑起来 那他手上都有这个 还不敢开吗 对啊 他就说 不知道是不是怕沾染回去什么 他就不肯摸 那我说好吧 那你不坐 那怎么样不舒服 他说我尿尿痛 我心想包成这个样闷在里面 没有泌尿道感染才会滚 我说那您先去验个尿 不验 那我说那我帮你做个超音波 检查一下 肝肝肾脏 不中 因为要脱衣服 我跟他说我看 你超音波上面有病毒 我说我超音波消毒了 我还特地跟他讲 你们的医院空气中有病毒 对 他就这么说 我说超音波消毒了 他说他不干 他说空气中病 那我就说好吧 那我开药给你吃 但是如果你有发烧 腰痛 血液尿等变严重 变成急性胜于肾炎 请赶快到急诊去 那他就问我说 那我发烧到急诊去 我会不会被快塞 我说目前发烧到急诊去 一定要快塞 他说那我也不会去急诊 那我就说 那我开好一点的药给你 那请你疫情过后 一定要记得来复验 空气也很脏 他干嘛要呼吸 小心是好 不过过分恐惧 坦白讲真的造成我们医护团队 很多困扰 就上个礼拜前不久 有个老先生老伯伯八十几岁 那什么情况 肺炎 肺炎现在大家都紧张 照完是光片 当然要什么核酸检 都做了 还好 因为他没有接触死 也没有到处乱跑 阴性 那阴性我们就要安排住院 现在大家都知道 目前是不准 但是可以 而且陪病要固定一个家属 而且这个陪病家属 也需要做核酸检测 才可以住院 那我们就说伯伯这个 伯伯在急诊室带床的时候 没有家属在旁边陪他 我说伯伯现在住院有冰床 我们要上去 你要不要联络个家属 看是谁固定 我们先帮他做检测 伯伯说 没有 没有家属 我一个人住就可以了 我们说伯伯你一个人 不会啊 我们就看他的资料 看他的资料 或者以前的住院的一些 这个门诊记录 常常有家属陪他来看病的 我说伯伯 我说你住院需要有家属来照顾你 他说不用 我一个人住就可以了 我们说伯伯 你怎么会一个人住呢 他说不行 现在医院太危险了 我有交代家属 不能来医院陪我 这个就有点困难 我们知道老人家住院之后 但照顾有两个 一个是医疗护理方面的照顾 他总有一些是生活上的照顾 吃东西上厕所 换衣服 买点 对 你家属都不来的话 那你这生活上的照顾 不是全落在 护理人员身上了吗 对 你至少你要请一位看护 不行不行 看护那个会花钱 那这老先生就是 也不请看护 怕花钱 也不准家属来照顾他 怕干扰 所以 对 怕干扰 他在医院里面所有的 包括他的护理 护理照顾本来就我们该做 包括也是上厕所 需要扶下床 那这样不是增加 医疗人员的 对 所以这个就是有一点 这个就是有一点 担心过头了 有这种意思是好的 但是这种过头 你把这种工作 增加的工作 就全部交给护理人员 他们是真的吃不消 疫情请看护 是不是有加价钱 没有 看护其实照顾费用 其实没有因为疫情 去增多 没有 他的危险性并高 看护会 看护比同护理人员 定期筛减 他的防护 他的检测 我的意思说 这个会不会减少 他们想去看护的意愿 其实我们因为疫情的关系 看小病的人减少了 像喉咙痛 或者是一些这些 好像自己有一点点 蛛丝马鸡 就一生一鬼的人 反而变多了 那我们这个 我曾经遇到一个 三十岁的女性 因为疫情的关系 她在这个 本来就有便秘的状况之下 然后这个生活上来讲 这个吃东西 蔬菜水果水分上面 比较不好摄取 所以她的这个 那有一次她来 就是非得来门诊不可了 她真的太不舒服了 结果一检查下来 发现她这个痔疮都已经凸在外面 而这个痔疮都已经 有点发黑那种血酸痔疮 到已经有点溃烂 那种坏死的样子了 那其实味道都已经出来了 这个我们一般来说 都会建议病人 因为毕竟这个东西太痛了 她建议手术 她说好 那就要做这个检查 术前一定一般的检查 大概就是 这三个是必备的 做完之后 我们确定她身体的一般状况之后 才会带她去手术 抽血的时候 我们护理人员就直接把这个 单支包装的 这个抽血的这个针拿出来 在她面前直接拆封 就是表示说这是干净的 那她进来也就嫌说 你们这个单个包装 怎么没有先喷一喷酒精 整个消毒好再拆封 那我不要抽 护理人员也没有办法 她就说 那不然你先去做这个心电图好了 去到心电图那边 她就看到我们的这个 医检师在那边帮她处理 她就说 虽然你们这个贴片是有换的 可是那个线怎么没有换 怎么都没有消毒 他们也很无奈 她说有这个线我们都有消毒 但是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抛弃式的 因为这是跟机器一体成型的 然后她说那我也不要做了 然后就好 那我没关系 那你先去照S光好了 然后一走照S光是 她说你们 你们医院有这个照顾 新冠肺炎的病人 你们这个都一定是 照过新冠肺炎的 这个一定很多病毒的 我也不要照 那后来他们 会员员都受不了了 就直接都来跑来跟我讲 她说她这个也不做 那个也不做 闲东闲西的 那我说说好 没关系 那我们先去做快塞 加上PCR检测 因为医院的规定是说 如果说你要住院 除了快塞之外 她还是要PCR检测 确定你没有感染的情况 才会让你入院 那她就去做PCR检测 她终于不讲话了 她就在那边等 等了半天 她大概等了十分钟 受不了了 又爆炸了 她说你们医院到底在干吗 这个怎么这么久 你们知不知道 坐在我旁边的人 每一个都有可能 是有感染的 每一个都是病毒 而且她说 可是我们都在医院 所以我们都是病毒 PCR检测的东西 势必要等到 三十分钟以上才会出来 然后她就说 我不管 我不管 你们就是快一点 我这个 然后后来我真的是受不了 我跟她讲不好意思 那请你回家好了 我们取消手术 那等你就是等 疫情过去了之后 请你赶快再来复诊 第二个 病患受不了防疫的规定 大骂 当我病毒 那我们刚刚提到的都是 非常恐惧的 那我这位病人 她非常勇敢 因为她来到医院 就是在 我们在门外就先把她打完下来 叫她说 你要先插健保卡 要量体温 然后要问她的旅游时 这大家都已经习惯了 她也还接受 她发现到柜台报到 怎么柜台 隔一个这东西 那个柜台人员就是 那个习惯性就在喷下手 酒精嘛 就不是拿过她的卡片吗 她很小心 她说 什么意思 你把我当病毒啊 有什么 有必要搞这么大阵仗吗 搞什么鬼吗 这么啰嗦的 那时候开始 他们就说不是 这个三级防疫 我们规定就是要这样子 她说你们搞得太复杂了 你们医院也不是 这个 这个收这么多病人的地方 怎么会那么紧张 结果这时候 她柜台就很小心地 打电话到我们的单位去 那其实她到了我们单位去 我其实有听到她外面又再讲一遍 然后他们跟我说要小心 因为楼下有提醒我说这个病的人 有点麻烦就对 可是他们提醒我 进来以后我发现她非常乖 你知道病人一般都这样 看到医生以后就什么都不会讲 那我当然都完全都不提 就跟她讲得很高兴这样 回去以后 后比说你看 看到你什么都不敢讲 我们都被骂得很惨 所以我是希望大家不要把 护理人员或者是柜台的行政人员 就当作这样子 好像随便这样 人家其实 大家都是在做一份工作 而且都在帮忙盘利服务 防疫其实有很多不方便 但是不要过度地紧张 可是也不要过度地松懈 说好像 好像就是觉得我们把你当病毒 或者你把我们都当病毒 这都不是这个意思 大家都彼此都是要防患 对不对 当然没事不会跑医院 一定是身体不舒服 对 心情也跟得很舒服 可是医疗人员没有必要承担你这些 谢谢大家对好辣医师们的支持 记得订阅医师好辣YouTube频道 还有按下铃铛 收看最优质的内容哦